申命纪 第十五章 每逢七年末一年 你要施行豁免 豁免的定力乃是这样 凡债主要把所借给林社的豁免了 不可向林社和弟兄追讨 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 若借给外邦人 你可以向他追讨 但借给你弟兄 无论是什么 你要松手豁免了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 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 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 在耶和华你神 所赐你为业的地上 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 你必借给许多国民 却不致向他们借败 你必管辖许多国民 他们却不能管辖你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 无论哪一座城里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 你不可忍着心 攒着手 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 总要向他松开手 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 补他的不足 你要谨慎 不可心里起恶念说 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 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 什么都不给他 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 罪便归于你了 你总要给他 给他的时候 心里不可愁烦 因耶和华你的神 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 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 赐福于你 原来那地上的穷人 永不断绝 所以我吩咐你说 总要向你地上 困苦穷乏的弟兄 松开手 你弟兄中 若有一个西伯来男人 或西伯来女人 被卖给你 服侍你六年 到第七年 就要认他自由出去 你认他自由的时候 不可使他空手而去 要从你羊群 河场 九诈之中 多多地给他 耶和华你的神 怎样赐福于你 你也要照样给他 要纪念你在埃及地 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的神 将你救赎 因此 我今日 吩咐你这件事 他若对你说 我不愿意离开你 是因他爱你 和你的家 且因在你那里很好 你就要拿锥子 将他的耳朵 在门上刺透 他便勇为你的奴仆了 你带婢女 也要这样 你认他自由的时候 不可以为难事 因他服侍你六年 就要比故宫的公价 多加一倍了 耶和华你的神 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 赐福于你 你牛群羊群中 投生的 凡是公的 都要分别为圣 归耶和华你的神 牛群中投生的 不可用他耕地 羊群中投生的 不可剪毛 这投生的 你和你的家属 每年要在耶和华 所选择的地方 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 这投生的 若有什么残疾 就如瘸腿的 瞎眼的 无论有什么恶残疾 都不可献给 耶和华你的神 可以在你城里吃 洁净人与不洁净人 都可以吃 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 只是不可吃他的鲜 要倒在地上 如同倒水一样 使徒行传 第二十一章 我们离别的众人 就开船一只行到戈士 第二天到了罗底 从那里到帕达拉 遇见一只船 要往斐尼基去 就上船起行 望见居比路 就从南边行过 往叙利亚去 我们就在推罗上岸 因为船 要在那里卸货 找着了门徒 就在那里住了七天 他们被圣灵感动 对保罗说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过了这几天 我们就起身前行 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 送我们到城外 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 彼此辞别 我们上了船 他们就回家去了 我们从推罗 行进了水路 来到多利买 就为那里的弟兄安 和他们同住了一天 第二天 我们离开那里 来到盖撒利亚 就进了传福音的 菲利加里和他同住 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 他有四个女儿 都是厨女 是说预言的 我们在那里 多住了几天 有一个先知 名叫雅加布 从犹太下来 到了我们这里 就拿保罗的腰带 捆上自己的手脚说 圣灵说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 听见这话 都苦劝保罗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保罗既不听劝 我们便住了口 只说愿主的旨意 成就变了 过了几日 我们收拾行李 上耶路撒冷去 有盖撒利亚的几个门徒 和我们同去 带我们到一个 久违门徒的家里 叫我们与他同住 他名叫拿孙 是居比路人 到了耶路撒冷 弟兄们欢欢喜喜地 接待我们 第二天 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保罗问了他们安 便将神用他传教 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 一一地述说了 他们听见 就归荣耀与神 对保罗说 兄台 你看犹太人中 信主的有多少万 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他们听见人说 你教训一切 在外邦的犹太人 离弃摩西 对他们说 不要给孩子行割礼 也不要遵行条规 众人必听见你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 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 我们这里有四个人 都有怨在神 你带他们去 与他们一同行接近的礼 替他们拿出归费 叫他们得以剃头 这样众人就可知道 先前所听见你的事 都是虚的 并可知道 你自己为人 循规道举 遵行律法 至于信主的外邦人 我们已经写信拟定 叫他们紧记那 寄偶像之物和血 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 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 第二天与他们一同 行了洁净的礼 进了殿 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 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 那七日将完 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看见保罗在殿里 就耸动了众人 下手拿他 喊叫说 以色列人来帮助 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 遭见我们百姓和律法 并这地方的 他又带着西利尼人进殿 误会了这圣地 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 以扶索人特罗菲摩 同保罗在城里 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 出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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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都震动 百姓一起跑来 拿住保罗 拉他出殿 殿门立刻都关了 他们正想要杀他 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 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 千夫长历时带着兵丁 和几个百夫长 跑下去到他们那里 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 就止住不打保罗 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 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 又问他是什么人 做的是什么事 众人有喊叫这个的 有喊叫那个的 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 得不着实情 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 到了台阶上 众人挤得凶猛 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 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 出掉他 将要带他进营楼 保罗对千夫长说 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 你懂得犀利尼化吗 你莫非是从前作乱 带领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 我本是犹太人 生在基利家的大树 并不是无名小成的人 求你转我对百姓说话 千夫长准了 保罗就站在台阶上 向百姓摆手 他们都静默无声 保罗便用希伯来话 对他们说 诗篇第102篇 困苦人发昏的时候 在耶和华面前 吐露苦情的祷告 耶和华 求你听我的祷告 让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 我在极难的日子 求你向我刺耳 不要向我掩面 我呼求的日子 求你快快应允我 因为我的年日 如烟云消灭 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 我的心被伤如草苦干 甚至我忘记吃饭 因我哀恨的声音 我的肉紧贴骨头 我如同旷野的醍醋 我好像荒肠的小鸟 我惊醒不睡 我像房顶上 孤单的麻雀 我的仇敬天 终日辱骂我 向我猖狂的人 指着我赌咒 我吃过芦荟 如同吃饭 我所喝的 与眼泪颤枣 这都因你的脑恨和愤怒 你把我拾起来 又把我摔下去 我的年日如日饮偏邪 我也如草苦干 唯你 耶和华必存到永远 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 你必起来连续席安 因现在是可怜她的时候 日期已经到了 你的仆人 原来喜悦她的石头 可怜她的尘土 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 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 因为耶和华建造了西安 在她荣耀里显现 她垂听穷人的祷告 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 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 将来受造的名 要赞美耶和华 因为她从至高的圣所垂看 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 要垂听被求之人的叹息 要释放将要死的人 使人在西安传扬耶和华的名 在耶路撒冷 传扬赞美她的话 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 侍奉耶和华的时候 她使我的力量重道衰弱 使我的年日短少 我说 我说 我的神啊 不要使我中年去世 你的年数世事无穷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没 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如外衣 渐渐久了 你要将天地 如礼仪更换 天地就都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 他们的后裔 要坚立在你面前 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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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感谢观看